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25%-30%是由HSV1引起的 复发性生殖气泡诊病毒感染 虽然60%-80%由HSV2所致 但HSV1也占14%-25% 文献记载 男性性伴侣为生殖气泡诊阳性者 四分之三女性检查HSV为阳性 而女性伴侣为生殖气泡诊阳性者 不足二分之一的男性感染HSV 可见女性患者发病率高于男性 生殖气泡诊的潜伏期有多长 发病有什么特点 该如何治疗 潜伏期为一到三周 在男女生殖气部位发生皮损 触发损害为一个或多个红色小丘疹 迅速形成孤立或促及分布的小水泡 有灼烧感 水泡可变为浓泡 糜烂 结痂 或形成溃疡 愈合一般不留疤痕 病程一般为10到14天 绝大多数原发性的生殖气泡诊患者有局部淋巴结增大 触痛 部分原发性生殖气泡诊患者伴有低热 头痛及全身不适 本病容易复发 复发者称为复发性生殖气泡诊 症状和体症要原发性轻 损害小 往往无全身症状 平均病程7到10天 在同一个部位复发多次 久后可遗留脱色斑或斑痕 女性也可感子宫颈 子宫颈上发生水泡 迷烂和溃疡 男性同性烈者也可感染脂肠和肛门 引起脂肠和肛门炎 生殖气泡诊治疗并不难 目前治疗生殖气泡诊 存在最大的难题是停药后复发 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复发 是我们面临的迫切和棘手的问题 治疗原则 未缩短病程 防止剂发感染和并发症 减少和肚绝复发 一 局部治疗 以吸收 干燥 防止剂发感染为主 西药外用 3-5% 阿西洛维软膏 或喷西洛维软膏 剂发感染时 可外用含抗生素制剂 中药外用药 马齿腺水洗剂 双黄脸粉针剂 清带油 繁冰散 马齿腺水洗剂 采用新鲜马齿腺30-50克 水煎500毫升每天一次 适用余生 直气泡枕发作期 双黄脸粉针剂 用生理盐水或注射用水 配成1%的溶液 在局部持续湿敷 每天2-4小时 亦可以直接涂鱼换处 清带油 用清带粉10克 加适量麻油调云外涂换处 每天2-3次 适用于生殖气泡枕发作期 水泡破溃 泥烂肾液疼痛 繁冰散 枯繁15克 冰片3克 黄脸10克 供颜细末 混云装瓶备用 将药粉撒在患处 每天一次 用于生殖气泡枕水泡破溃 1-西医治疗略 2-中医治疗略 3-中西医结合治疗 生殖气泡枕治疗并不难 目前治疗生殖气泡枕存在最大的难题是停药后复发 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复发 是我们面临的迫弃和棘手的问题 多位临床专家和学者认为 中西医结合治疗 是目前防治生殖气泡枕的有效方法 治疗分发作期和非发作期进行治疗 发作期中西药并用 中药使用泡枕 1-10天 西药使用阿西洛维或泛西洛维5天 非发作期使用泡枕 2-3个月 期间配合每周一次的西洋深时刻肩服 4-口服阿西洛维 200毫克 每天5次 后改成每天3次 疗程3个月 对照组中西医治疗 西药使用阿西洛维5天 中药使用泡枕 1-10天后停药 非发作期使用泡枕 2-3个月 连续服用3个月 期间配合每周一次的西洋深时刻肩服 随访结果 对照组的近期 远期治愈率都明 显高于治疗